今天老辣妹酷師山公園 論時想要一天 配玩的比較不一樣 又可以吃到美食 這個頂部來真的太可笑 好像天不復古心 剛才一路的辛苦 不值得了 我上次吃過一次 我真的難忘了 覺得真的在日記才看得到 所以有機會就跟上 順時過來吃一下 但是我 地景和大景 我覺得這兩個家 也真的是無情雷景 我們怎麼還在這 真的不想走是不是 大早我是老大貝 現在是早上的 八點 人家人為平素 我們昨天晚上其實就 有什麼事把它 今天的公路也是要帶大家玩 一日和口湖的行程 因為一天去和口湖 有些人會覺得太難 不過來日本是不想 不想趴到兩天以上 那一日遊和口湖 到底有哪些必去的景點 一天就可以逛 好玩的 我今天就在搭一平熊 我今天是給你富士回遊 富士回遊 其實是只搭和口湖 再也不用再大約再一輪車 我們會把如何去買富士回遊 如何預訂富士回遊 寫在資訊欄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 或是留言詢問我 我都會好好的回答你們 到底應該要怎麼買富士回遊的票 你不覺得天氣很好嗎 天氣還不錯啊 沒有什麼冷的感覺 富士山應該可以看到 我看一下已經快到了 可是因為像在電車上 都會長到那一大聲 你看看 超壞的是什麼 神奇外科 我們是住8點半的車 富士回遊 到這邊現在才10點25分 你看我們的車票都是對號列車 這票很重要的一個資訊就是 富士回遊 一天只有很少的班次 現在目前好像一天只有四個班次 因為班次很少又是直達車 所以我是提前一個月開賣的時候 就已經先在網路上預訂 直接跟JR Pass一起買 然後一起化位 所以就保證有位置 這一種票是無法到現場去買票的 應該會沒有位置 建議大家如果你要搭直達車的話 一定要網路上購票 因為它全線都是對號列車 也就是說呢 你應該正確坐在你的位置上 它開到一半 它第四節車廂之後 它會去別的地方 它的目的地是 甲府站 只有1到3節車廂 會前往何口湖 然後你看我背後的富士山 是不是很壯 好大喔 然後我身後的就是富士回遊 也是最新的列車 然後可以直達 我覺得非常方便 第四節車廂跟它的中間這個門 它是會拆開來的 這邊會撥開 然後它會連接一個通道 開到要準備交換的地方的時候 前面第四節車廂這邊就會分開 這邊就會變成車頭 所以我們現在要前往第一站 我們現在看得到我左手邊 那裡有什麼嗎? 你的左手邊有一個車道 然後有一台車要開過去了 無聊 就是那一台車 重點是我們現在 剛剛在那個 河口湖音樂挪聲 然後什麼的 那一站下車 之所以在那站下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要去河口浅間神社 然後那個鳥居 我們要去把富士山框下來 不管你是要框富士山 還是要被富士山框 總之那個大鳥居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個兵方正確的名稱 叫做河口浅間神社的搖擺所 那個鳥居的存在是為了要鎮壓住富士山 因為富士山是一座活活山 所以就會有一個搖擺所 就會形成一個 把富士山框在紐居裡的一個絕美之下 走路有一點距離 不過我覺得因為天氣非常好 非常值得閃通 而且那個地方是需要少少爬上去 為什麼走著走著突然音樂 午餐嗎? 中午12點了 好浪漫的喔 倒著走 因為倒著走 然後我們趕快一直看 河口浮沙 這樣還辛苦嗎? 我還在倒著跑 有沒有幸福 我們現在到達前間神社的門口 我們要維持一種莊嚴 因為都是到別人國家 要尊重別人的文化 不過因為我們今天要去的位置叫做搖擺所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要進去神社 門口行一個嶺就可以了 左手邊有一個登山步道 你往登山步道一直走 就可以到達了 走了大概快十分鐘左右 就是沿著柏油路的登山步道一直走 就可以看到轉彎的地方 會有兩個紅色的鳥居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以為要進去鳥居 不要進去 繼續沿著柏油路 為什麼不要進去? 上去的路呢 會繞 但是如果你沿著柏油路 它就是最直接的方式到達我們的搖擺所 有一個露營地 這邊露營超美 如果你是喜歡凹豆系的 喜歡露營的 我建議可以來這邊 因為它不但會有那種網美帳篷 燈泡式的那一種 它也有給你自己自搭帳篷 然後起床就可以看到故事山 真的太浪漫了 有 有 終於 往天不復苦心了 這個就是你的願望清單 我們今天要看這個大集 代價也不小 你看 現在看過去呢 是一個小小的鳥居 可是當它跟富西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剛才一路的辛苦就值得了 可是我覺得 來東京如果能小小的運動 然後來他們郊外 來呼吸新鮮空氣 其實還不錯 說這裡沒有累到不行 只是因為我們戴口罩 戴口罩會比較喘 可是因為戶外像可以不戴了 所以我覺得 還是很推薦大家自己走一段 爬這一小段其實沒有到那麼累 因為天氣涼涼的 也不會熱 而且其實沒有很陡 你看我現在在幹嘛 我在排隊 這個大景要排隊 我覺得最挑戰的是 每個人都要看你拍照 這不是每個景點都是這樣嗎 所以我通常都不拍啊 可是這裡看到到達了 一定要拍一下 來 好漂亮啊 超美超美 這就是我們河口湖千辛萬苦到達的第一個點 總共耗時大概要一個半小時左右 但是因為這個點不來真的太可惜 因為它這個點是最近一兩年 非常流行的一個點 非常新盛的一個點 這個點叫做河口淺堅神社的搖擺所 所以Google的話 鎖定這個位置 鎖定這個名字 它就會帶你下工車 然後一路走上來 到這個登山步道 你看那個景是不是超美 嗯 對不對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放在去 再聽過角色 那個照片真是神美 一般的人他會到下面拍對拍照 只是 就是有點害羞 大家一定會看你拍得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滿友善的啊 後面的人也會幫你拍照 對啊你可以很大方的請後面的人說 可不可以幫你拍個照 像我們就是請一個日本一對小情侶 就是他們 對 日本小情侶幫我們拍照 還好他們是年輕人 因為照相機做好像不錯 一定很多人想要知道說 到底要怎麼來這個河口淺堅神社 因為我們到車載的時間 剛好錯過了一般巴士 所以沒有辦法到第一河口淺堅神社 最近的公車站 我們就搭了一號公車站牌 等了紅線 紅線應該是所有人來河口湖 最常搭的一般車 就是可以由河口湖的所有景點的那一條線 如果你搭紅線的話 你就要在音樂森林那一站下車 就是我們剛剛下車的地方下車 然後步行上來 步行上來大概三四十分鐘吧 你想要少走點路 其實你是要搭速式即行 然後呢是在五號樂台 你可以去服務台拿時刻表 要到達河口局前這一站 下車只要走三分鐘就到了 三分鐘其實是到下面的神社 對啦其實是到下面的神社 你還是要爬登山步道上來 上來大概還是真的都要十五二十分鐘 可是真的沒有很累 如果你可以願意多走一點路 運動運動的話 你就不用驅舊車子的時間 因為紅線的班次非常的多 這就是我建議大家 來河口前間神社的一個交通方式 還有兩個選項 我帶你比較深的選項 租車 有人租 很多人自駕 很多人自駕 也有人搭計程車上來 如果不會怕累的話 我是滿建議可以搭巴士這樣子走一走 因為我們這樣沿路走過來 其實看到了很多漂亮的風景 對因為那個鄉間風光也許是你開車繞不到 然後通常看完潛艦神社 到三下的話 因為中午時間嘛 大家可以去不動茶屋 去吃當地的鄉土料理 薄陀 因為在附近走路的島 山下 我們那邊還是忍不住去樓盛滿他 好好吃 這是什麼 柚子羊炸雞 欸你看路邊結冰了 哇 雖然是這樣結冰對不對 但是其實沒有感覺到有到結冰的那麼冷 對啊 因為有太陽 然後我們要吃飯得到了 這個LOGO大家應該滿熟的 如果有做功課 有想要來 或者是曾經來過的人 應該對這個LOGO很熟悉 它就叫做不動 河口湖暫前就有一家不動茶屋 然後這家是北本店 它的分店 很大一條很美 有門檻耶 好我們進來店裡 你不覺得很日式 因為我們坐在塔塔米 我們進來要吃的是果托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沒有來過河口湖的話 河口湖最有名的香菇料理 它是果托 它就是其實有一點類似 寬麵條 有點手工去做 刀削麵也可以 我上次吃過一次 我真的是難忘了 它裡面都是蔬菜 它沒有肉在裡面的 喔 所以整個都是有南瓜呀 還有當地種的一些蔬菜 去熬煮的一種湯麵 非常好吃 很濃郁 等一下你說完全沒有肉嗎 對 吃肉的話 我會推薦你們吃刺生 也就是馬肉的刺生 生馬肉是這邊的招牌 喔那個馬肉是要直接刺生的啊 喔我以為它要丟到那個鍋子裡面蒜耶 不是它是刺生的 煮內臟也很有名 所以來這一家應該要點一份煮內臟來吃 不過我覺得現在你可以看一下店裡的裝潢 非常非常的豐富 很早期日式風格 然後在這邊也蠻特別的 你可以買 我都會回家自己買 如果你要帶回台灣 建議大家買乾的 乾式的麵條 就不要買濕的 因為保存期間比較差 然後從前天城市走下來 其實沒有很遠 十分鐘左右 對 然後這裡吃完距離 我們要搭的公車站 其實也是有四分鐘的路程 所以一切都是非常的順行 就是在Lawson隔壁 看到Lawson就知道快到了 煮內臟來了 日本不是常常看到 媽媽都會做馬鈴薯燉肉啊 或是煮肉 對 很經典的日本料理 吃吃看 腸味 超好吃 而且它那個鹹甜 有點耐甜 然後蔥切得細細的 連蔥吃超好吃的 它真的就像馬鈴薯燉肉的風味 然後內臟煮的鹹香鹹香的 完全不會有臭味 然後蒟蒻 終於吃到了 日本的馬鈴薯燉肉啊 或者是內臟煮裡面的蒟蒻 好好吃喔 QQ的 他們這種燉焗料理 都會放一張蒟蒻 增加一點飽食感 很好吃 覺得是在預計才看得到的場景 今天這樣吃 然後滿咕咕的 有機會一定要順心過來吃一下 真的很好吃 冷冷的故事山 這叫是熱熱的伯托 你看看 滿滿的蔬菜耶 這個就是伯托 這個就叫做伯托 這個就叫做伯托 香土料理 然後還有汁汁 豆皮 沒有任何一塊肉 所以素質這個可憐 我要先喝它的湯 好香 全部都是蔬菜的清甜 而且它真的是用南瓜去燉煮 你可以喝得到南瓜是鮮味 鹹鹹甜甜 但鹹味比較重 不會太甜 我最愛吃這種麵條 咬勁很夠 因為它都是手工做的麵條 所以它的Q度真的是 無話可說 很Q彈 我覺得一個人吃 對我來說有點太多 因為麵條都很搭實 所以通常我會跟別人share一碗 然後再單點它的 倒喝壽司 豆皮壽司 加上內盪酥 這樣我覺得兩個人都可以吃得很飽 這碗是1250元 價位上 以這個觀光地區來說 我覺得還好 它的甜全部都來自於蔬菜甜 很新鮮的蔬菜 你咬那個脆度你絕對不知道 就算它煮湯 它的脆度都還是讚 可見它的新鮮度很高 嗯 欸我剛意外發現一個東西 超可愛的 他們的辣椒粉 這好像是富士山島西 你是不是想帶 很美耶 不知道真的有沒有買 好想買 我們今天要先往下一個景點 那一站站就是富士山站 我們直接從美術館站 坐這台公車 直接坐到富士山站的下一個景點 對 你會比較方便 你的造型怎麼變了 欸這裡超冷的欸 我今天我不在乎漂亮 我只要保暖 接下來要跟你們說 富士山站這一站一定要來看一個大景 這個景呢叫做金鳥居 我覺得很美 它是一個意象 它是要讓你進入一個聖域的時候 你要過這個鳥居 超美超正看 青年看到你會有點嚇一跳 大家準備好 跟我一起看大景 真的是超美 這個鳥居 它是零灰色 把富士山 下雪的富士山 框在裡面 我覺得這兩個家裡 真的是無極美景 我剛剛一轉彎有被震撼到 我是希望你們剛看的當下 也有覺得 哇被美到 我是真的覺得很美欸 有沒有 那我這邊想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自古以來 富士山的信徒呢 就會沿著疾填口登山道 前往富士山朝聖 所以呢 這一座鳥居 它就會被視為真正進入富士山 神聖領域的第一道門喔 好 我們看完大景之後呢 我們要回到富士山站 大家富士集行去夏吉田站 再兩站就到了 然後呢 要在坐車前呢 千萬不要忘記 如果你還沒有買任何富士山的紀念品的話 背後有一個Q-Star 一定要在裡面買紀念品 因為夏吉田的紀念品就比較少了 如果你要買一些富士山造型的東西 裡面都可以買的到 然後富士山有紡織也很有名 如果你要買一些製品的話 記得裡面也都能買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攻略的目標 一定要告訴你們 最後一個景點 我們大家富士集行 來到了夏吉田站 夏吉田站呢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本亭二丁木 商店街 我們後面就是那個非常有名的十字路口 我為什麼那麼有名 就是因為他把整個富士山 都放在他的街道的末端 現場看本人 富士山真的超巨大 路上其實有很多人 香港人啊 韓國人啊 日本人啊 然後台灣人啊 都來這邊紛紛的朝聖 就是這個打卡景點 剛晚拍起來當然是最漂亮 可是真的非常冷 大家一定要多穿一點再來 示範幾張照片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現在站的這個點 它其實是一個小小的轉角 那你就不一定真的要過馬路 你才可以拍到中間 因為這個轉角的位置 剛好就可以在這條路直線的中間了 對啊 不一定要在這十字路口 因為人潮超多 你可能要拍超久 然後也要等安全 車子的距離 所以你可以再往上一點 因為你越往上 你離富士山越近 然後每一個過馬路的瞬間 都可以幫你捕捉 你的富士山就放在你的街尾 是不是蠻可愛的 這一條路每一個人都在拍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排不到 你就要去往下一個吧 對啊 不過現在很晚了 天色暗了 所以越來越冷 太陽下山了 今天的一天由河口 把富士急行沿途了這幾個點 稍微挑了幾個比較有特色的站 下車去玩 那當然你還可以 比如說河口湖站 可以去天上山公園 可是我覺得比較適合安排兩天的行程 可是如果你是想的話 一天不妨跟著我們的行程走 我覺得可以玩的比較不一樣 又可以吃到美食 現在我們就要搭富士回遊 回新宿 今天老辣妹富士山攻略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覺得這幾個點很美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我們要離開河口湖 跟富士山說掰掰囉 欸 有點捨不得捏 來一趟真的是有點遠 對不對 又要早起 而且現在越晚 真的很漂亮 對啊 那我們倒著走好了 掰掰 這該不會是他們放學音樂吧 欸五點欸 對啊五點啊 我們剛剛十二點聽到一個 現在五點又聽到一個 欸我們怎麼不還在這 真的不想走是不是 真的我想說 我太美了 還好我們說是買快六個 大概四十分鐘可以這樣走 富士山的一切也都太漂亮 太美好的 好啦 真的要說再見了 真的要 這一次真的 跟大家說再見 掰掰 掰掰 製作人 詞曲 李宗飛